大家好 苗栗县 刘晨峰县长 高雄市李永德副市长 高雄县越南林副市长 林中县 中嘉运的文章 立法院王昭顺委员 交通部观光局陈美秀副市长 海峡交流基金会 吳正凯副市长 高高屏 观光产业联盟的林副南整召集人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 郭中华局长 高雄市电脑工会 莊理事长 中华民国旅行同在公会联合会 河大公理事长 台北市旅行商业同在公会 许阳哲理事长 台湾省旅行公会联合会 萧柏仁理事长 以及今天所有在座的 贵宾好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我想我在这边 请代表高雄市 所有的旅游同业们 感谢各位贵宾今天立临现场 来为我们所有的旅行同业加油打气 尤其是今天远从台北过来的朋友 因为今天 重拾在台北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也就是 台旅会 大陆 我们第一个驻台办事处 在台北街舞 这些朋友们一早坐车过来 待会马上还要坐车过去 谢谢你们的立名 我想在南台湾现在 现行众多的旅展之中 高雄市旅行公会所办的国际旅展 绝对是最正宗 最大型 以及旅游相关的产品 最齐全的一个旅展 我们为了呈现这个 近善近美的旅展 本会在六个月以前 就已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 每个星期定期开会也好 在我们全体旅监市 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之下 完成了这一次十年来 我们参展的开会 以及单位最多的一次旅展 我们此次参展的单位 包含了有航空公司 外国旅游局 各大旅行社 各大饭店 民宿各类型的旅游景点 以及各类型的主题乐园 等等 共460个韩国人 我想去年旅游业 虽然遭遭了 国际信用风暴 H1N1 八花风灾等等的 连番不利的因素打击 但是我们旅游业 所有的业者 都很坚强的撑过来 在今年第一季 我想旅游业很明显的回归 复苏之际 高中市旅行工会 全体的旅监市以及会员 大家耗足了全力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消费者 与旅游业者之间的一个互动平台 我们本着取自于私 用之于私的一个企业理念 让所有的业者能够借这个机会 把最好最优惠的旅游产品 提供给消费大众来选择 主办单位高中市旅行工会 除了精心的规划 我们这次旅展的场地之外 更是贴心的安排了丰富的表演节目 我们不仅提供了国内民俗表演 也邀请了知名的旅游代言人 套角相取 在母亲节的当天 会与所有的民众来互动 我们更特别的邀请了外国的旅游区域 提供享誉国际的表演节目 这些表演节目 都是本会专程从外国邀请过来的 我们这样做 无非是想提供一个内容包罗外向 欢乐与高雅兼备的一个丰富展场 让每一位来参展的民众们 都能够在这个优质的环境里面 挑选到他所喜爱的旅游产品 当然我们告诉市旅游公会 为了感谢乡亲们热烈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特别提供了 诸多的奖项来摸彩红乐 我们有机票、住宿券、下午茶券、泡康券等等之外 我们更会在闭幕典礼当天 邀请公正人士来摸出我们这次旅游展的特奖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走的这部 山林2400cc的修武车运路 我想这也是国内众多旅展中唯一的创举 最后我在这边代表高雄市旅游公会 预祝此次所有来参展的厂商 都能够深意兴隆 来参观旅展的民众 这都能够高雄市旅游公会